好 院長無安 感謝第一次質詢 首先感謝院長在這段時間 代理所有行政團隊 對整個防疫工作的準備跟執行 其實我們知道說在整個 不管是在世界還是在亞洲 其實台灣的防疫是做得非常的成功 當然有我們很有效率的行政團隊 還有我們第一件最辛苦的防疫人員 我本身也是你那個臉書 跟那個Lite的追蹤的最佳粉絲 所以你那個有政府會做事 我都持續的在關注 那針對這次的這個 特別預算的這個質詢的部分 前面進入主題之前 我有兩個部分想跟院長先討論一下 請教兩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我們這次在整個預算書上 也有看到就是說在副表一的部分 其實我國跟美國、香港、韓國還有各國 相關的這些特別預算的 這些相關經濟措施的 不管說是紓困還是振興的 都有一些相關的比較表 那唯獨可能新加坡這邊沒有列入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這個新加坡 最近他們這個官員有帶頭 就是說來跟這個 來帶頭做減薪 然後支持第一線的防疫人員 那我想請問院長 因為我們現在談的這個紓困、振興 防疫的這個相關特別預算 其實我們目前應該最支持的是 我們第一線的防疫跟醫護人員 還有第一線的這個基層公務人員 因為他們目前來講是這個工作量最重 而且最辛苦的 那你是不是支持發放相關的津貼 給這些第一線的防疫 醫護人員以及這些第一線的基層公務人員 甚至是說我們來效法新加坡 帶頭來我們來減薪 然後來支持我們這個 鼓舞這個前線的防疫人員的第一線的這些士氣 這個部分是不是請您回應一下 謝謝委員關心 跟對行政團隊的肯定 那我認為 新加坡的公務人員的待遇 跟台灣是完全不同 他那個待遇非常非常高 所以這個時候他有減薪等等 也令人敬佩 不過一個國家一個國家不同 如果台灣在這個時候 你看到公務人員 那真的是夜雨繼續 那所做的努力 真的十倍百倍於薪水 所以作為一個帶領行政團隊 我不會說在這個時候說來給公務員減薪 我反而贊成委員剛才所說 對於在第一線的 無論他是任何崗位的防疫人員 做得好的 還特別給他獎勵 這個獎勵還分兩個部分 實質的津貼獎勵 損失減少的填補 到精神上的給他鼓勵 走線公務人員 像在送火灶的郵差 在昏花的藥師 藥生 還有生產線上的工作人員 其實都值得鼓勵 謝謝院長 其實這個在我們這次的特別條例的第二條 還有我們的傳染病的防治獎勵辦法中都有相關的規定 那如果有相關的獎勵津貼 其實我們可以趕快這樣子加速的來提升我們前線士氣這樣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在這個最近比較夯的這個防疫旅館的這個議題 就目前你認為台北市率先推出的防疫旅館 跟桃園市這幾天推出的關懷旅館 符不符合你所說的超前部署減災的一環 你本人支不支持目前有哪幾個縣市 配合中央的防疫政策 有設置這個防疫旅館來協助相關業者的媒合 第二當然現在有九個縣市有設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各縣市政府能夠設相關的這樣的一個 就是等於一個地方檢疫所 那它的規格SOP 其實來給我們中央設的中央的檢疫所 以中央檢疫所這樣的規格來做要求應該就夠了 然後第二個大家有時候擔心說 有時候台北市大家在批評說好像就是說真用了一兩層樓 那怕說在電梯上面或公共場合上面會有什麼樣的交叉感染 但應該是不會因為它是居家檢疫居家隔離 所以它進去了之後就不會再往外跑 對這個我了解 所以說在防疫旅館中最重要是說 因為現在目前地方都是因應中央要求地方政府提出居家檢疫居家隔離 好的關懷服務中心的這個計畫來設置 那包括說旅館的配置選擇送餐者 其實目前還沒有中央沒有明定一個SOP 那是不是這個是地方政府自己去訂定 還是中央這邊可以來訂定一個相關的SOP 方便各縣市政府去執行 在送餐上面也就是送到家門口 那不要做一個直接的接觸 那主要是服務的範圍 那現在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最主要地方的事務 我們的對口 現在應該轉回成縣市政府 那由縣市政府主責地方 那由各個部會的主管單位主管機關 就各個的業務主管單位事情去監督 比如說民政也好各方面 這樣子分頭來進行 那我們來訂定相關的規則跟監督整個事情有沒有順暢 那因為這個部分齁 其實台北市政府已經有訂立相關的這個有60頁的這個防疫旅館的標準作業流程 其實已經有很多其他的縣市政府跟旅館業者都有來跟他索取 其實這也可以作為中央在訂立相關標準的一個參考 那我們希望說在中央的部分可以訂立一個相關的這個防疫旅館這方面的SOP 包括整個的流程 包括他的整個的定義 來協助這個地方政府作為一個依訊 好 下一頁 那這個是齁最近接到很多陳情 就是說關於這個大型活動 到底辦不辦 其實中央目前沒有一個統一的一個標準 包括現在 前一陣子的這個相關宗教的落進 還有就是說之後的這個一些全國性的這些運動會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要求這個中央齁 是不是能夠確定來去訂立一個相關的標準 讓地方政府還有相關各級單位來執行 那相關的時間還有時程 還有訂立的相關的法則 是不是可以請院長來給我們一個確定 謝謝委員對這兩方面的關心 其實中央不但我們有疫情這個指揮中心 而且還有專家會議 就相關的做法 比如說長手的配置應該有什麼樣的準則 差不多應該到什麼 什麼配置應該有怎麼樣隔離應該怎麼樣 都有相關的作業的規範 而地方政府這一次也都展現到非常積極 同時各地方也都在配置 我們都會就中央地方聯系上會告訴地方應該怎麼樣 這是剛才舉的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對於地方所辦的各種活動 甚至於中央部會 原有辦的或者民間 我們也都同樣以防疫的角度 用專家大家會去訂出一個相關的規範 那因為多太多樣 不足以說不能就哪一個案子 一個案子來點 但是有一個通案的標準 給相關作為規範的準則 我想很多這個中央訂的準則 地方上在執行 最重要是他在執行上的依據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如果可以明定更具體的話 相信大家在依循上會有更大的把握 也跟委員報告 就是集會指引有第一版 我們現在正在訂定第二版 那基本上從地方政府 明天我們會通過 那有一個地方政府 我們有一個必要性跟風險評估跟應變計畫 如果符合這樣的東西 就根據這樣的 因為我想這個疫情 它是滾動式的變化 那我們的應對 其實我相信 那個蘇院長帶的行政團隊 他是很快速的 那我們這個其實接獲很多業者的陳情 所以希望說這個東西 可以即時具體的來提供 然後我們下一頁 好 那針對這次的特別預算 我這邊整理了五個重點 大概就是紓困資訊零時差 然後財政紀律要堅守 以及這個我們紓困的對象要具體 申請的程序要便明 產業勞工都要顧 那我們先講到在這個財政紀律的部分 那財政紀律的部分 其實我們很多委員 都針對相關的細項都有做一些相關的質詢 那我這邊是針對中小企業的部分 來下一頁 中小企業的部分 我們這次針對整個預算編了135億 大概有100億是針對這個信保基金的這個融資貸款 但是我們都知道說信保基金基本上 它是幫中小企業跟銀行去做一個擔保 那實際的放款還是在銀行的這個部分 那在這相關的這個措施 其實現在目前我們碰到業者最多的的陳情 就是說我們現在到底要去找哪一些銀行 我們要去跟誰申請 那到底擔保的陳述是多少 手續費的這些相關的減免 這些相關的措施 其實目前 因為我們在這次特別條例的第18條都有去明定 就是說到時候要設置這個單一的窗口 網站 那其實目前我們只在行政院的網站上 簡單看到這次整個紓困條例的相關對象 但是相關具體的辦法 我們目前都還沒有看到 因為我們知道說銀行的作業它也需要時間 那現在目前這些中小企業 碰到的是這個急需這個周轉的部分 其實這個目前你編了這個100億的信保基金 目前相關的辦法其實都還不是非常的具體 那希望這個部分部長來回應一下 來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中小企業這一塊的信保基金這一塊 最主要就是補它那個所謂的不足的部分 銀行在核帶不足的部分 那這次防疫的話他們會單保幾次 我們會在我們中小企業次的馬上辦中心來做 我知道現在就是馬上辦 因為我實際打過這個馬上辦 我有這個模擬業者這樣打過去 其實它相關的補助辦法非常的多 包括現在因為現在特別預算通過之後 之後通過之後才會實行 所以現在目前他們有一個這個 中小企業的千億保的專案 現在目前好像都是用這個專案在執行 來我把委員報 這個部分的部分 因為中小企業千億保的專案 基本上它是針對中小企業 那這是原本的計畫 那跟這次的防疫千億保 其實防疫千億保 它是好像所有的產業跟企業都可以申請 它沒有分大型中型這樣子 那這樣會不會有重複申請的問題 現在針對這個 今天我們中小企業出現 上來我打電 我中大企業了 要點 新的要點 因為你的要點 針對這一次的要點 這個要點是長林辰 剛剛在公布的網站上 所以很多相關的這些產業的業者 其實從新聞上個禮拜 就是說紓困六百億出來 其實大家都很著急的想要去申請 可是目前得知的資訊 其實都不是那麼完備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特別預算審議上 包括說其實我們其實也是要這個 呼籲這個相關的主管機關 在訂立相關的辦法執法 在認定上還有執行上 其實要更加的具體落實 符合產業的需求 因為相關的產業其實 包括說在營業困難的認定上 其實有時候跟我們的官方 或是政府機關跟銀行 它的認定是不一樣 那我知道說經濟部現在有 針對這個防疫基金的部分 它有定義就是說 只要比去年前期好像營業額少15% 它就是符合這個認定 但是產業的部分它並沒有分得很細 因為其實這次的疫情的衝擊 針對不同的產業它有先後的順序 那這個部分其實 同期減少15% 那很多企業它這個標準基本上它不是很高 很多企業都是15%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到時候執行上 怎麼樣去認定它是優先 紓困或者是補助的這些對象 這個部分我是希望說行政單位 在訂立相關的辦法上要去注意的 好 然後最重要就是說 專門的網站要辨明 單一窗口明朗化 因為我知道鍾小切馬上辦這個電話 現在應該都被打得很火熱 應該都被打爆了 不過我個人是建議就是說 包括說在我們的特別條例的第18條 設置單一網站 我是希望可以是 院長這邊是不是可以承諾我們 另外設一個專門防疫產業資訊的一個相關的網站 讓大家可以 因為其實這些百行百業的問題非常的多 其實我們也不是說一個中小企業馬上辦就可以處理的 那相關的補助計畫包含還有前面的案子 跟這次的防疫的這個特別預算的這個的執行 其實都會有一些重複的部分 那其實對於這些中小企業來講 他們單一的窗口跟資訊的統一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有時候在申請的程序上 最後因為很繁複其實基本上都還不計及 這個部分我們希望說 因為其實我們條文中有明定 那是不是說可以把這個這個條文的這個精神 落實跟具體的去執行 這個幫我跟委員報告 針對經濟部的部分 一個是製造業 一個是內需型的服務業 我們會成立專屬網站 OK 是另外的網站嗎 針對這次的疫情的嗎 針對這一次 好 那如果傳統型的中小企業 就是以內需型的這個這個網站的資訊為主 就是以業別來分就對了 製造業一個是內需型的服務業 好 那我希望說這個各行任單位 在協助他們做這些紓困的申請的時候 不是被動式的被動式的申請 其實有時候主動式的協助 因為有一些相關產業其實碰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比較沒有辦法 有能力去處理這些相關的房文入結 好 下一頁 OK 然後再下一頁 好 最後 好 那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產業勞工都要顧 因為現在目前 譬如說我們以旅遊業來講 我們現在碰到的這些勞工 那個遊覽車的司機 或者是說這個相關的導遊 其實他們現在碰到沒有工作的問題 所以他們被迫要轉業 所以相關的這些就業輔導 我希望政府要去注意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當景氣回春疫情過去之後 這個部分他可能 旅遊業這邊就會出現能力短缺的缺口 這部分到時候 政府有沒有相對因應的措施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現在口罩的工廠 我知道全國行政院都帶頭在作業增加產線 可是如果說到他的量能到一個極限 到整個疫情過後之後 這些閒置的產能 他後面要怎麼樣去做產業轉型的處理 這個是我希望大家要注意的 馬上回他說 送我一句話 滿避充的 停止